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想要来做的这个视频 它的主题是关于我们的一个 跟我们的未来相关 想要来一起看一看 我们前方有什么样的部分正在等待着我们 或者是我们正在迈入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啦 事业啦 财运啦 以及感情 个人成长各个方面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对 那在选牌之前呢 我想要请大家安静下来 去感受我们自己 你可以在这边暂停 也可以跟着我的冥想 去感受整个能量 去感受和你自己的连接 把我们的焦点一点一点地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上 把外界所有的嘈杂 所有的忙碌 焦虑 压力 暂时地放到一边 只是感受我们自己的内在 感受和我们自己的关系 和我们自己的连结 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 感受你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放松 感受你周围的空气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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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准备好了 就可以睁开眼睛 看到视频上的这三座牌 用你的第一直觉 去选择一座牌 或者两座牌 然后下拉到下面的评论区 那边有时间节点 那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 Hello 选择第一排座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们正在迈入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会从几个方向 从事业啦 情感啦 以及可能财运啦 个人成长 几个方向看 等一下我收到什么样的讯息 我就会把它一一的解读出来 那我今天会用 塔罗牌神域卡 以及更多的是直接 channel的信息给到大家 好 那我们首先会先来看一看 第一排座的朋友 你们目前现阶段的一个能量 然后 接下去我们会来看一个 未来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现在这个当下 我们第一排座的朋友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能量 好 我们第一排座的朋友 目前现阶段我这边看到一个部分是 queen of emotion five of inspiration ace of inspiration page of voices 那第一排座的朋友 我这边连结到一个 比较强烈的能量 是有一些朋友可能 你想要去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啊 别人会给你泼冷水 就是你本来就是 性质很高啊 就是信心很足 然后你就很兴奋的去跟你朋友啊 或者家里人说 哎 你觉得我这个想法 我这个idea好不好 你觉得我去做这件事情好不好 然后别人可能说 哎 不行啦 都什么年头了 你现在才去做 已经太晚了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部分 那当你被拒绝 当你的这个想法被否定 或者是不被看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呦 那个心堵堵的很闷 就是很郁闷 就是我又被拒绝了 我又被不认可了 我又我的想法 我的idea 又这条路又走不通了 你会有一点那个部分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连结到的第一个能量 那另外的话 我想说的是第一排座的朋友 你们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你们有很多的 嗯 很多的创造力 很多想要去尝试 想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往往就是 因为你们很渴望知道 我去做哪一个部分 它才是 就是能够长久的 能够持续下去的 能够让我有看到希望 或者是看到成功的机会的 所以你们很会 呃 你们很很希望啊 去得到 呃 周围的人的一些意见 或者是 能够 给到你一些方向啊 或者是 能够帮你 大概捋清楚说 你如果说走这条路 它的结果会怎么样 如果你走了那条路 它的结果会怎么样 就是你很渴望有一个 啊 有一个大一点的 一个蓝图 放在你面前 你就已经知道 如果你今天去做了 这件事情 它未来是一个 什么样的发展 所以你才会去寻求 别人的意见 想要获得一些 更多的一些指导啊 一些指引这个部分 那我这边有 呃 同时间听到宇宙在说 需要有一点 告诉第一排座的朋友 呃 无论这个信息 是不是给到你的 那我就是传递给 需要听到 这则信息的朋友说 呃 需要有一点辨别度 那它的这个辨别度 的意思是说 呃 手 当你有一些梦想 当你有一些 想要去做的一些 事情的时候 或者那个计划 刚刚萌芽的时候 请你暂时的去 keep secret 去把它呃 留到自己内心 就不要很着急的去 糟糕天下 或者跟周围所有的朋友 去问一圈 哎 你觉得我这个想法 我不OK 你觉得我 我甚至很小的事情 我之前听到 有朋友可能是 呃 穿裙子 这这件裙子好不好看 那条裙子好不好看 呃 就是很 很多的生活当中的 一些小事情 大事情 都是 先首先 先keep secret 一下 等到你 开始慢慢的 有一点头绪了 有一点做起来了 或者是有一点 方向感了之后 你再去跟别人 去做这个分享的部分 而不是一开始 就去做 不然的话你的 有点像那个 我看到那个 呃 幸运草 就有没有 就是 还没有 很成熟的时候 你就去跟别人讲的话 你那个小小的 lucky 它就没有了 呃 因为 对 那个周围的能量 它会影响到 你的那个小小的 lucky 呃 对 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 那我看到 其实 第一排组的朋友 你们周围啊 呃 是我现在看到的 有很多的 嘴巴 一直在 一直在讲 就是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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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嘴巴 那 有很多的这个 有一些这个嘴巴 是来自于你们的 自己的 这个 呃 祖先的一些讯息 就是 你会听到很多的一些 一些声音 那这个声音 那这个声音 有可能你不是 通过耳朵听到 而是通过你的内在去听到 一些内心的一些 很 细微的声音 或者是有一些 呃 信念的部分 或者是 你周围的人跟你随随念 都有可能 那还有 除了祖先的部分之外 就是你周围的朋友 呃 同事啊 或者就是跟你很亲近的人 他们也会 就是告诉你说 嗯 不是很OK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 给到你意见 但是更多的这些声音 是来自于你内在的一个部分 周围的人 再怎么讲也好 其实如果 你的内心 它是合一的 它没有这么多的一个 呃 内在的斗争的话 其实周围的人 再怎么讲 都没有办法去影响到你的 内内在 好 这个是我看到的 目前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未来 然后我们会给到建议 啊 我们的未来的一个部分 会是什么样的部分 然后 我们的建议是 我们要从现在到未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 有什么 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就能达到 未来的这个状态 我们看一看 的未来 第一排座的朋友的未来 未来的一个整体的部分 我们的迈向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能量 OK 你们会经历一个转变 一个transformation 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啊 去 转变到一个部分是 啊 让你们能够看到很多的 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基础 能够让你们 呃 引领你们去走到一条 你们要去走的路 就是 如果说你今天是 渴望得到 嗯 一个社会的 认知度 就是公众的认知度的话 你是能够去得到 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获得一些 别人的关注度 啊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去购置房产 或者是你想要去一个很大的企业里面工作 很大的平台合作 都是 就是 它是现在可以转的这个能量 它是可以转过去的 好 那我们 看一看具体的 好 我们的未来在 呃 从工作的角度 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部分 那我现在听到 呃 工作的话 你会获得 呃 那个 就是有有那个地位 有那个社会的认知 那可能如果说不是一个名人的那个认知度 有可能你是在 啊 社交平台上面 你 会被看到 就是会有很多的关注者 那 啊 如果说你是正在寻找 就是能够赏识你的人的话 你是能够找到 赏识你的人 好 这个是我听到的部分 那我看到有朋友去面试 也是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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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们聊得很开心 嗯 OK 那我看到还有朋友去呃 推荐自己的一些 project 一个一个一个文案的东西 我看到手上有拿 文案的部分 那如果说 你是想要去获得 别人的资助 呃 投资 投资的部分 也是可以的哈 你看一看我们工作的部分 在工作的呃 从工作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嗯 这个这个转变 就像我刚刚讲 你会有一个 一个转折期 一个转类点 而且这个转折期 这个转类点 它 在这个转折期 转类点之前 其实你自己会有感觉 你的感觉可能会有一些 啊 害怕 一些不安全 一些 对于未知的恐惧 会有很多一些旧的这种情绪 它会翻倒出来 就是会浮到那个表面 它可能本来就已经在你的 呃 潜意识里面 那通过这个转变 转变期这个转类点的时候 你的这些情绪 它会更加的让你感觉到 变得很强烈 变得很强烈 但是当这个转类期过了以后啊 你 你会感觉到一种 圆满一个和谐 一个平衡 能够 感觉到就是整一个工作 它又回归到一个 就是你觉得很舒适的点 但是在那个 我听到有人事变动这个部分 所以在你的 接下去的这个 你会进入到这个生活的部分 从工作的角度来看 那第一排组的朋友 你们可能会去经历一些人事的变动 而且这个人事的变动 它是来的很突然的 就是可能它 你 你之前你可能已经就是收到讯息说 哦可能我们要换领导 可能我们会 工作的岗位会有变动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来 你不知道 所以就是 在知道要变动 跟真正的变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过得 就是有一点紧张啊 或者 焦虑啊 或者不知道接下去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 它会突如其来的 哎 就给你谈话 或者是 就给你发一个信说 我们要 经历这个变动了 那 你就突然 就是今天可能还在 原来的这个 工作的 负责的这个部分 哎明天你就被换去另外一个岗位了 就是 它是很快速的一个动作 但是 等到这个转变结束了以后啊 你的 整个状态 它就是 就是 能够感觉到那个 嗯 是一个 圆满的感觉 是一个 好像就一件事情 它就完成的感觉 就是整个 然后你就 你就会觉得 哎我的工作 就是好像就有一 有一种那种settle down 就是安定 稳定下来的感觉 而不是像 就是 在转变之前 就是有一点 好像那个楼 要摇摇欲坠 有没有 可是它又还没倒 可是它真 当它真的倒了以后 你反而就是 松一口气的那个感觉 好 那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部分 那我们从工作的角度 我还有一些信息 要传递给大家的是 有些朋友可能会 工作上会有调动 那个变动 那个变动 不仅仅是你在同一间公司的那个变动 你可能会离开这间公司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不用太过于的害怕或者担心 你离开公司 你离开公司之后的去向 你离开公司之后的去向 我其实会看到 当你离开这间公司以后 你会变得更加的自由自在 会变得更加的 就是 你会更加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了 反而会 会把你引领上一条 就是你终于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信息 关于情感 我们第一排组的朋友 正在迈入一个什么样的部分 关于情感的部分 从情感的角度讲 我们第一排组的朋友会 就是其实不是说接下来会 而是说一路以来你们都在等待一些东西 等待感情的开花结果 等待伴侣的出现 等待宇宙什么时候把对的人送给你 会有很多等待的部分 那我这边看到接下来那个对的人 宇宙会送给你 我看到了那个 宇宙会把那个对的人送来给你 你会 你会结束这个长期的等待期 就是你们两个人会相互认出来对方 这个是我看到的从情感的角度来讲 那如果说你的等待不是跟人有关 而是跟比如说你们爱情长跑很多年 你想要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这边这个信息也有也有 你们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好这个是感情的部分 好我们再看一看还有什么样更多的信息 是宇宙想要给到我们的 我们第一排组正在迈入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我们未来的生活长梦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个人成长方向是什么样子 好 ok the hand of man three of emotions charet 从我们的个人成长来看哦 不 如果说你是 现在没有目标的话 那你这个没有目标的这个时期 这个迷茫期 我会看到说 他还会再经历一段时间 他还会再经历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经历的这段时间 他能够帮助到你去 设定你未来要去走的路 你这一辈子的人生的使命 要去走的路 其实第一牌组的朋友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 转类点 这个转折期 他是把原本不再适合你的东西 从你的生活圈层里面 去做一个剥落的动作 那当这个 这些部分剥落 不再适合你的东西 离开你的生活圈层了之后 你会 你会 看到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部分 我看到的部分是 你的灵魂 他在把你拉回来 拉到你应该要去走的那条路上 所以你才会经历这个部分的转变 这个是我念到的部分 那接下来你的个人成长会是什么样子的 除了我们会能够找到自己的目标 你会 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前行 不会 像我前面讲的 我们 就是 内心有很多的一个冲突 或者会有很多的挣扎 会跟自己打架 因为外界的声音太多 或者是内在也有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太多的想法 那接下来你会把这些部分都合一起来 就是那个 那个吵杂没有了 那个相互抗衡的那个力量没有了 你会把它合一起来之后 是同一股力量往前走了 就是你整个身心灵的部分全都合一了 你的想法跟你的身体 跟你的内在全都合一了 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要 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从 现在去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里面 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去做一些调整 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部分的调整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第一排座 OK 首先我这边看到的第一个部分 宇宙说 去做一些和家人的一些 关系上的功课 我这边解读到的一个部分 第一排座 可能你们从小啊 常常想要去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创新 家人可能会说 你不是才刚刚要求要去比如说学画画 怎么隔两天 没多久 你又要 你又想要去 学篮球 就是 家人会觉得 才刚刚满足你一个要求 你怎么又提出另外一个要求 然后等到另外一个要求 提出来的时候 他们一定是不允许 不可以因为才刚刚满足了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可能都还没有很熟练 还没有很热络的时候 你又有新的想法了 那 所以 当你们这样子提出要求的时候 家人反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 我提的这些部分是不对的 不好的 或者是不被认可的 因为对于一个小孩来说 他仅仅是就觉得 这个好玩我想要去尝试看看 那个也很好玩 我也想要去尝试看看 对他来说 那个并没有说 时间长那才是OK 或者时间短是不OK的 那当你被拒绝了以后 你的内在他就变成是说 哦原来 这个部分是不OK的 那个部分是 可以的 就是你的内在会产生一个 对于这些认知上面的一个 不一样的看法 大人给到你的回应 和你自己内在 他会有一个冲突 所以 宇宙刚才就说 要首先先去做一些 和家人的一个 比如说原谅的动作啦 去跟家人做一个和解的部分 因为你的内在会觉得 我提的东西都没有得到你们的支持 你们不是都有说爱我吗 可是为什么 我想要做的事情 你们都没有来支持我 所以第一排组的朋友 很多是 你们会把心轮关起来 那有很多人是 喉咙是卡住的 是因为 你没有办法去表达 你自己真正想要去 表达的那些想法 那些意见 所以时间久了 他就变得 你就变得是一种习惯了 把所有心里面的部分都 先把它藏起来 把它压下去 你不会想到说 我要去把它释放出来的 好 这个是我听到的第一个部分 给到我们的建议 我们看看 他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 是能够帮助到我们 去做一些调整 还有在做决定这件事情上面 我听到宇宙说 要多给自己一些自信 一些信心 因为小的时候被否定的太多 所以可能你的信心受到打击 所以你的自信慢慢的就被 就被遗忘了 就是被你盖起来了 你会觉得可能 做这件事情 就是开始慢慢变得不太相信自己 所以会常常需要别人给到你一些 背书的部分 别人给到你一些肯定 然后你再放手大胆的去做 但是现在反过来宇宙说 首先要去相信你自己 去确定你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是好的 因为往往别人帮我们选的部分 是别人觉得对我们好 但并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觉得 那个是好的 是适合的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就只有我自己内在才知道 这是你们的高 我想要告诉你们的话 所以这个是我想要给到第一排组的朋友的建议 那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我们的未来 宇宙有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最后想要告诉我们 第一排组的未来 你们会不断的成长 growth 不断的成长 长大变得很强壮变得很有自信 变得很有力量 尤其是你的内在力量 你能展翅高飞 你会变成一个leader 这个leader 对有一些朋友来讲 你是真的就是会 比如说开一间公司去管理别人 还有的一个部分 我听到的部分是 你能够去掌握你自己的人生 你能够去引领你自己 走向你要去走的那个路 走向那个未来 这个是我给第一排组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而且第一排组的朋友 如果说你们要去 你们有想法要去做 自由职业者 想要自己开公司 或者自己自主创业 你们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这个是我听到的信息 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拜拜 第二排组的朋友 你们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未来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展望的部分 那我会用塔卢牌 用神域卡 但更多的我会把我直接接收到的讯息 传递给大家 那我们会先看一看我们现在的一个整体的能量 然后看一看未来我们会从感情那事业的部分 个人成长的部分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呈现给到我们 然后我们也会来问一问 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排组的配合 目前现阶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呈现 第二排组 我这边听到你们会 因为我对 我这边看到有很多的黄色在你们的能量场 里面 然后我听到的信息是people pleaser 你们可能会跟朋友之间的一个关系 会处于一个比较 比较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后面 朋友放在前面 然后比较难以去say no 这个是我听到的 对宇宙说会 你们会常常就是有一点 委屈自己 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比较后面的位置 或者是 他现在跟我讲就是有一些朋友第二排组的 你们不太会去寻求帮助 就是如果今天呢 有一件什么事情你们是自己能够去把它做的 即使那件事情它是很难 很困难 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的情绪啊 或者体力上的压力 你们很难开口 请别人帮忙 就如果自己能够做 哪怕是很勉强的去做 你们还是会选择自己去做 对而且我听到第二排组的朋友 你们会觉得 朋友开心 朋友高兴 家人高兴 家人开心 那个比较重要 今天如果说 比如说你去到一个 一个场合里 或者哪怕就是回家 家里人有一个人 他慢慢不乐 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被满足 你就会觉得 哎呀那个气氛太奇怪了 那个气氛 那个空气就像凝结了一样 然后你就会想尽办法的 想要去满足那个人的需求 即使那个需求 你觉得根本就不是那么的合理 你还是会想尽办法的去满足 或者是你会甘心情愿的 把自己的那个部分 去让出来给到对方 即使你很喜欢那某一件东西 你也会就是 因为对方如果接收到了 他会很开心 所以你就会就是 把东西让给别人 这个是我听到的 那还有一个部分 是我这边 听到的部分 是第二排座的朋友 你们可能会比较的缺乏耐心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会很想说 我要的东西什么时候来 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 比如说现在的环境 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这个人 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这间公司 我什么时候才能够遇到那个对的人 生活的压力 什么时候才能够减轻 我的财富 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获得自由 就是 你会觉得 我到底什么时候 如果我知道有这个时间的话 我 我可能就再咬一咬牙 搞不好 我就已经撑到那个点了 但是如果今天我告诉你 这个时间是 还需要个两三年 你会觉得 还有那么久 然后那个耐心他 那个部分他就开始 开始有一点小躁动 就觉得 天哪 我还 我居然还要再坚持这么长时间 我真的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 就会有那个部分 好 这个是我看到的几个部分 是我们第二排组的朋友 现在的一个 整体的部分 那我会看到有很多的朋友 现在你其实很想要离开你所在的环境了 那这个环境 有可能是公司的工作的环境 有可能是离开某一个人 针对不同的人 我这边看到 嗯 那其实我会觉得你们的内心 真的是有点累了 就是 就是 有点撑太久的那个感觉 撑太久了 所以你想要离开了 你不想要再继续下去 任何的一段关系 那爱情的关系也好 跟别人合作的关系也好 就是会有一种 让你觉得太疲惫的感觉 好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第二排组的朋友的未来 我们的前方有什么样的生活 正在等待着我们 第二排组的朋友 我们的未来 好 我这边看到我们第二排组的未来 接下来你们的生活当中 会有很多的 一些部分会离开 会割舍掉 会切断掉 也就是说你们会经历一个 一个断舍离的过程 那这个断舍离的过程 现在我看到的部分 它比较 时间比较长 第二排组的朋友 所以在这个断舍离的整个过程当中 你们可能 要继续去学习你们的耐心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整一个 它那个 它那个断舍离 它并不是那种很干干净净的 什么一刀切 我离开 我怎么近身出户 我怎么 我只要拍拍屁股走人就好 不是那么的 一个部分 它有一点 脱泥带水 它要断 断不了 然后就是要 拉扯一阵子 它才能够真正的 去断掉那份 连接 那个关系 所以这个里面 它会很考验你的耐心 你能不能够 就是等待那个光明的时刻到来 你能不能够在那个等待的过程中 依然保持信心 对你自己的信心 对于宇宙的信心 对于你的灵魂的安排的一个信心 所以这个部分是考验第二排组的朋友的 那在未来 未来的部分我们看 当你断舍离结束了以后 你会有新的朋友 你会有新的人际社交圈层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社交环境 那个社交环境 它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 资养 很多的富足 如果说你是想要 更多的财富的话 其实这些新的朋友 新的社交群体 他是能够为你带来财富的 对新的那些人 他能够为你带来财富 可能是他的言语 他给到你的信息 能够为你带来更多的一些想法 一些方案 能够帮助到你有灵感 去带来财富 那也有一些可能是 他的言语能够把你带离 带离出这样子一个生活的泥沼 那个也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财富 但只是是情感上的财富 不是物质上的财富 那也有可能这个人 你有很多的社交圈是你的客户 这个也是我看到的 但是就像我讲的 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好 我们看一看 我们从工作的角度来看 让我们第二牌组的朋友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的未来工作的部分 第二牌组工作的部分 你会经历一段 像我刚刚讲的 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期的一个 可能要面临一个选择 或者是面临一个转折的时候 你不知道何去何从 会不知道应该去走哪一条路 在工作的角度来讲 可能你工作上面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想要自己去做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是你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去适应那个环境 可能会有一阵子的时间 是让你觉得很孤单 就是很无助的时候 那就像我前面讲的 这个无助的时候 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的时候 要去学会来寻求帮助 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 宇宙它就会派人来帮助你 或者是给到你一些资讯 能够帮助到你 能够让你去建立起来你的自信 所以未来我们第二排组的朋友 从工作的角度来看到的话 你会有很多的一些内在的潜力 是能够被发挥出来的 有很多你现在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那么的厉害的部分 是会被展现出来的 是会被使用出来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 在这个部分之前 你会经历一段比较 孤单的时期 确切的说 比较孤单的时期 比较 但是这个孤单的时期 不是那种 很负面的孤单 而是说 你会花这点时间 就是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间 去更多的去探索 你内在的那个潜力和力量 更多的去 找到你自己的一些内在的智慧 能够带到工作的角度上面来 程度上面来 帮助你获得工作上面更多的一个 有点像 能够更游刃有余的去处理你所有的工作的部分 OK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的未来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 情感的部分的未来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第二排座的朋友的情感的未来 前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部分 OK 第二排座从情感的角度来看 你们会像我刚刚讲的 做一个断舍离 会从一些关系当中走出来 那这个关系 不仅仅是爱情的部分 你可能会从你现在的这个 关系里面 就是这个爱情的关系里面走出来 也有可能这个关系是合作的部分的关系 我分几个情况来讲好了 把我接收到的信息给到大家 从爱情的角度来讲 你会跟这个 你会很勇敢的 应该讲说会很勇敢的从 这个人身边走出来 他需要很多的勇气 但是你会走出来 只是这个过程很长 again 就是再一次 这个过程它还是很长 它会有点拖沓 出来的过程有点拖沓 但是如果说你们是需要去做一些 法律上面的手续的话 这个过程是很长的 但是结果是结果是不错的 就是我说的那个结果不错 是能够符合你的预期的一个结果的 好 那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我们看一看 你们没有分开 你们还是继续在一起 但是你会整段关系的 整段关系的一个部分 它会改变 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部分 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 原本你可能跟这个人 是属于一个 你被控 你被控制的关系 就是 其实那个控制并不是说 它主动来控制你 而是 你会去 听从它很多的意见 很多想法 那当它的这些言语上面的一些 掌控也好 一些想要去改变你的部分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自信 的时候 你会被这些言语控制住 你会担心 如果今天 我没有按照 它的想法 或者是 没有顺从它的意见的 走下去的话 你们的关系 会不会进入到一个 不太好的部分 所以你会 相当于有点 委屈你自己 继续留在这个 关系里面 但是在这个 关系当中 其实它是处于一个 你完全 没有自我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会把自己的那个部分 全都 全都隐忍掉 全都退到 最底线 就 最最最最最 最小的那个角落里面 就几乎看不到的部分 但是 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接下来你会 慢慢的 就有一部分 它就是声音会越来越大声 它会 它会把你呼唤 把你叫醒 来告诉你 你自己 它真的是谁 你自己真正的样子 是什么样的 你的需求是什么 而不是建立在别人的需求之上的 它只专属于你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当你明白以后 当你清醒 就是清晰的能够 觉察到自己 原来一直都是 在 就是那个背后是担心和害怕 你明白了这个部分之后 你就会 这个蜕变的过程 它就开始了 那为什么我会说 它是一个很 很长久的一个过程 是因为你太习惯 就是有一个惯性的部分在那里 所以 那个蜕变 它是 很缓慢的 就是你今天 觉察到了 一件事情 可能过几天 它又回来了 可是你再一次 又去觉察它 那一次一次 又一次的时候 你就能够慢慢的 改变那个路径 但是这个过程 就是比较的漫长 就对了 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 那工作的角度也是一样 尤其是在 就是你的工作室 受限制很多的 一间公司里面 或者是你的领导 或者是 合作伙伴 它会给到你很多的 这些受限的条件 除非你去满足它 它才投资你 或者你除非要去 符合领导的要求 诸如此类的 你慢 接下来你会 就会慢慢的去 做你自己 更多的是把 所有的焦点 更多的拉回到 你自己身上来 而不是被 被它们牵着鼻子走 这是我看到的部分 那我们看看 个人成长的方面 个人成长 第二排座的朋友 个人成长的未来 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 我先从灵性的角度讲好了 我们 第二排座的朋友 我会看到你们接下去 会有很多很多 就是会有越来越多 跟自己在一起的时间 你可能会去冥想啦 或者是 看书啊 就是 自己一个人 静静的静下来 就是 可能你会去画画啊 就是 跟自己的一些相处的时间 会越来越多 会 很渴望的去 探求自己内在 它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 或者是 你的内在 它想要告诉你什么 你会开始花 越来越多的时间 去了解你自己 去明白你自己 好 那 你也会去做一些 嗯 祖先的业力的课题 去化解一些业力的部分 嗯 甚至 这个部分 它能够 去改变你们的一些 基因的部分 我看到你至少去做了 三代到五代的 祖先的一个业力的化解 那其实这个化解的动作 它接下来能够给到你 很多 就那个管道 它好像就是变得比较的 干净 你能够去 比如说你想要去显化啦 你想要去接收讯息啊 你想要去channeling啊 啊 这些 这些 其他的一些存在的信息 它就会进来 你也很能够去变得 很容易的去显化 你想要的东西进来了 好 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 从灵性的角度来讲 那我们另外的一些 个人成长的部分 你会开始慢慢的 逃离出来一些家人 就是足足备备 对于你的一个期待 给到你的一份压力 嗯 他们想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更多的是 就是回归到自己身上 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太会再去 满足他们的期待和要求 来过你的人生了 你更多的是去 把焦点拉回到自己身上 知道清晰的 明白的 说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对这个部分是我看到的 我们在个人成长的部分 好 我们再看一看 嗯 宇宙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 从 过去到 现在 到未来 的一个 建议 我们要 迈入 全新的生活的一个 建议是 要有什么部分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OK Full of materials Lovers Nine of materials OK 跟我前面讲到的一些信息 其实有一点雷同 嗯 很相似 首先 第一个就是要有 耐心 要 要给到自己一个耐心 给到自己一个信心 就是 内在要去建立起来你的内在力量 去把内在力量建立起来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 它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它不是一错而就 它需要你 慢慢的就给到 就是那个耐心 要给到你自己 去看到你自己 尤其是你的内在小孩 去跟他对话 去给到他鼓励 然后有更多的耐心 给到你自己 然后 把你 把你自己的想法 把你自己的需求 去勇敢地表达出来 你不要害怕去选择 就是 去做出任何的选择 不要害怕 你 选择了A之后 B会不会生气 或者是选择了A之后 你自己会不会后悔 无论你 你当下做的是什么选择 它都是好的选择 然后还有一个安全感的部分 我们也是需要去做一个安全感的部分的一个课题的 清理的一个疗愈 你的内心 你的内在 为什么就有的时候 不敢去做出选择 你在害怕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 或者是如果今天 你身边的人不开心了 你害怕的是什么 好 这个部分我们都是 宇宙建议给到第二排座的朋友 是需要去看到的 然后宇宙说要 have a faith 要有那个信心 那个信仰 不是宗教的信仰 而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信仰 对于你自己的那份相信 好 我看一看 我们宇宙还有什么样更多的 一个 对于未来的一个展望 要给到我们的一个整体的画面 ok 我这边看到宇宙说 trust leap into the unknown have faith and move forward believe you will fly 就像我刚才刚讲完 宇宙说 要去相信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是能够展翅高飞的 相信你自己是能够去创造你要的未来的 所以未来第二排座的朋友 你们会变得很自信 你们会变得很有力量 首先要去相信你们自己 好 我们还有一个possibility 宇宙说你们会有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 一些机遇 当你做了这些所有的调整之后 你的机会 你的机遇就会 朝着你来 好 那这个就是我想要给到第二排座的朋友的一些信息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拜 哈喽 选择第三排座的朋友你们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未来的生活的一个展望 那我还是会用塔罗牌神韵卡 但更多的我会把我接收到的讯息直接传递给大家 那我们会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现阶段的一个整体的部分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会去看到未来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情感啦 事业啦 还有个人成长的部分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展现 然后我们会看到给到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哈 OK 那我们先来看第三排座的朋友 你们的一个现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部分的能量 然后 然后 OK 好 我们来看一看 Craft Ship Fox OK 嗯 第三排座的朋友我这边看到 我 宇宙现在给我看到那个字就是很 直接明了他说有利使不上 啊 嗯 给到我的解释就是说 你们内心有一团火 但是这团火没有地方去烧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们很想要去行动起来 很想要去积极的给它动起来 想要去比如说你去做事情啊 想要去创业啊 想要去开展某一个活动啊 但是 那方向在哪里 我 我是走 东面西面北面南面 我走哪一个方向才是 我要去走的那个方向 但是你们内在会不会有一个 对于自己的一个期待说 我要 我要成为那个佼佼者 我要成为那个成功的人 我要 我要 让别人对我刮目相看 我就是要成为一个 我内心觉得是成功的那个人 那宇宙同时在跟我说 对你来讲成功的定义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部分 你首先先静下心来去刻画一下 你的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的成功是赚很多钱 那这个钱它具体是多少 它才是很多 比如说你要房子是成功的 那那个房子它多大平 它的面积 它的地理位置 你甚至可以细化到 它里面是一个 有多少房间啊 它的装潢啊 就是每一个人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可能你的成功的定义 是要获得社会的 就是那个知名度 那这个知名度也有分啊 你可能是城市的知名度 国家的知名度 你网路上的知名度 就是第三排组的朋友 我这边听到的信息是 你要去做一个很详细的 自己内在的一个确定说 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并不是说社会给到你的 或者是家庭教育环境 给到你的那个所谓的成功 可能对于你来说 你的成功 跟他们的成功 它并不是同一个成功 可能周围的人会说 哦 你大学毕业或者本科博士毕业 那个叫成功 或者是每年你有年薪多少 那个叫成功 那第三排组的朋友 你们静下心来仔细去感觉 如果今天一年你能够赚到 多少多少他们说的那个年薪 叫做成功 你是真的要赚到那么多钱 你对你来讲 那个是成功吗 还是对你来讲赚那么多钱 它其实是一个压力呢 或者这个钱的背后 他还有什么样的部分想要告诉你呢 这个就是我们 我首先接收到的一个部分 我先传递出来给到大家 那我会看到 第三排组的朋友 你们是有做领导的潜质的 你们是有 你们其实很向往自由 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公司里上班 就是就是是一份工作 我就是替别人打工的话 其实你们很想要有一份自由的工作 你们不太喜欢就是受限制的那个部分 这是我接收到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未来 未来前方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一个整体的部分 正在等待着我们第三排组 我们的未来 Nine of inspiration is of materials is of voice 10 of inspiration 好我们的未来第三排组的朋友 我这边看到 你们是能够去把你们的那团火 去使用出来的 接下来 你们能够去找到你们的方向 会有很多一些新的 新的篇章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去开启了 但我想要说的是 嗯 在你能够去真正的行动起来的这个同时 新的篇章展开的同时 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你们的承载的责任也很多 需要去顾力很顾虑很多的一些层面 嗯 我这边看到可能会有一些人会 为了家庭 去努力奋斗 去建立一个就是 为家人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去努力奋斗 嗯 但我想要说 其实你们不是怕辛苦的人 不是怕辛苦的人 你们很 很愿意去做事情 就有点那个 再苦再累都不害怕 就没关系 就是只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几个方面 好 我现在听到宇宙说第三组牌的朋友 当你们对一些事情或者对一些人 有执着的时候 请你提醒你自己 嗯 放下那份执着 放下那份 嗯 就是有一点像 嗯 钻牛角尖的部分 就是不要太过于 纠结在那个 人或者那件事情上面 这样能够减轻你们很多的压力 不要事事都求完美 嗯 不要对自己的那个要求太高 可以我们看看未来我们 第三排组的朋友的一个事业的部分 会以什么样的部分呈现给我们 嗯 night of materials temperance ace of emotions 事业的部分 我们的未来第三排座的朋友 像我刚刚讲的 你们会有一些新的篇章展开来了 会有一些新的契机 新的工作环境也好 或者是新的工作 或者是新的想法 新的计划 你会开始去 为了一件新的东西去奔波 去忙碌了 那这件新的 那会有一些人 你可能会晋升到一个新的岗位上面去了 我看到有人升职 有人升职 你会需要去做一部分的调整 就是去适应那个全新的东西 会有一个调整期 但是新的部分 就是这个新的篇章 在工作的角度来讲 对你来讲 你是很有热情度去做的 去做的 而且你会耐下心来 就是一点一点的去 把它慢慢的去做好 不是那种 就是我只要把它完成就好 不是 你会慢慢的去做 慢慢的去把一件事情从 开始准备工作到结尾 全都去一点一点的去 而且是亲力亲为的去做好来 那有一些朋友你在事业上面 你可能会去到其他的城市去管理分部 分公司 OK 我们再看一看 还有什么样一个事业的部分 想要给到我们第3排座的朋友 我们的未来 从事业的角度来讲 那你这个全新的这个篇章 宇宙说 在这个里面 你会放入你自己很多很多的想法 就像 去那个十月怀胎 你会花很多很多的心思 在这件事情上面 花非常多的心思 在这件事情上面 而且你会有很多的灵感 去做这件事情 很多的创意去做这件事情 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进入到一个心流的状态 就是跟你自己是合一的状态去做的 你的内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抵触啊 或者冲突啊 或者是 这个好烦恼我不想做 不会 就是你会 很enjoy去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再看一看 从 情感的角度来看 我们第3排座的未来 我们的感情方面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呈现 感情的部分哦 分几种情况 我们来看 如果说你现在是没有伴侣的 我会看到你 你的家里人会给你介绍伴侣 会有人给你介绍 不是家里人介绍 就是其他的 反正就是会有介绍的人 那那个人 他是能够 比较能够陪伴你 就是有点 共同成长 共同经历的一些部分 你们的过去的一些共同的 会有很多的共同点啦 尤其是在 感情的部分 会有很多的一些共同点 所以你们能够相互去理解对方 相互能够去 知道对方 他经历过的这个部分 带给他的一些 创伤也好 难过也好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你们很容易去 在这个层面上 很容易去相互的沟通 相互的理解 能够共同的走出 这一段过往的时期 他能够去慢慢的 让你打开一些 就是很久没有去开启的 那些旧的情绪啊 旧的伤口啊 这样子 好 这个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 如果说你现在是有的部分啊 有的部分 你们会更多的去讨论一些 实际的生活上面的东西 你们接下去会讨论很多的 就是比如说 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 要去考量一些收入的部分啊 考量一些购置新的家具啊 或者房子要摆在哪里啊 就会考虑很多就是实实在在的部分 就是开始去商量开始去计划 对 这个是我看到的 嗯 对 你看看好从情感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是要对未来我们第三排这个朋友 对你们会有跟这个人会有很多的一个被疗愈的过程 你会被疗愈 这个人他是一个 让你觉得怎么会这么这么的像 你们的一些过往的经历 或者是从小你们的家庭环境非常的像 家庭背景很像 家庭背景很像 嗯 家庭背景很像 好 好 这是我看到的 嗯 看一看啊 还有什么部分 从 感情的角度 我觉得感情还有一些信息 是要传递给大家 大家等我一下哈 宇宙有什么样的部分 对于我们第三排组感情的未来 我们第三排组的从感情的角度来看 你会去有很多一个 除了刚刚讲的是疗愈过去的一些情感的部分 伤痛的部分 你还会去疗愈你的内在小孩 你会去学习很多疗愈的课程 嗯 OK 你在这些疗愈的课程上会遇到这个人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个遇到这个人 如果不是在 呃不是朋友介绍家人介绍的话 你就会在某一个学习的场合遇到他 嗯 或者是某一个进修的场合遇到他 这是我看到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从个人的成长角度来看 我们第三排组的朋友未来 有什么样的部分正在迎接着我们 个人成长 个人成长 第三排组的朋友 你会 你会获得很多的一个 这个滋养 这个滋养是来自于你自己给到自己的 最主要是你自己的部分 那这个滋养是 就是好比是你去 呃 尤其是跟内在小孩的部分 你会探索到你自己的内在去 呵护他 你现在是一个已经是长大的部分 所以你现在是你内在小孩的爸爸或者妈妈 你可以用你 作为他的爸爸或者他的妈妈来疗愈他 所以其实你的 呃 当你这样子去疗愈你自己之后 你去跟自己做一个对话之后 你的个人的成长的部分 你的内心 你的那些 过去的一些 呃 我看到一个很胆小的自己 在在那个角落里面 他 他的那些胆小 他的那些害怕 他都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释放掉 嗯 这个是我看到的 嗯 个人成长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 嗯 你如果说有想要去 扩展你的 事业版图也好 或者是扩展你的 灵性能力也好 或者是 你想要去 啊 更多的去学习 一些新的领域的知识 那接下来你都会去尝试 你都会去做 而且你做的很 很悠闲 你不是做的很压力很大 或者是做的很 很辛苦的 你是做的很悠闲 你轻轻松松的去做 然后 结果他就会 呃 很丰富的进来 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 嗯 对 对 你接下来会获得很多的 如果从 呃 财富的角度来看 我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个丰收的部分 嗯 嗯 很多丰收的部分进来 一个能量 这是我们的一个 个人成长的角度 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 有什么样子 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能够让我们很顺利的去迎接我们 这个美好的未来 好 第三排座的朋友 需要去做一些 什么样的调整 OK 我这边听到第一个信息是 顺从你的心 你顺从你的内在 去感受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去感受你自己 他内心他跟你说的话是什么 那个话是很很轻的声音 他不是语言 就是你可能会就是有一种知道 就是我们的第六感 我们的 我们的灵性能力 就去相信你自己内在的声音 好 那 我这边还说到一个部分是 我们去 有点像你 你在 就是比如说你要开始去行动起来 去做事情的时候 你先去做一个 做一个比较 就像我前面最开始跟大家讲的 你觉得成功的人士 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你先去把他都写出来 都把他列出来 这样子你才会有 对于自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看到 清晰的看到 不然的话 我这边看到宇宙说 就是你很多的想法思绪 都在脑袋里面的时候 他其实会 把你 就是越绕越乱 就是你的这个 行动的部分 他就更难以去 行动起来 更 更 更难去开展起来 所有的这些计划 因为你没有一个很 比较清晰的一个 画面的时候 对于你自己 如果那个画面感 没有很具体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你是会有那个迷失感的 你是会 找不到东南西北的 会有可能你是没有办法去 就是 那个使力的那个 那个力量往哪里去 是会有一点困扰你的 这个时候看到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那宇宙说 现在我们第三排组的朋友 嗯 哦对 他说 当你经历了这些自我的 就是那个 蜕变之后 就是这个疗愈的过程结束了之后 你是会变得一颗很闪亮的心 你是能够 你的光芒能够照耀到别人的 这个是我听到的讯息 嗯 嗯 那我们第三排组的朋友就是 宇宙说 就是当我们脑袋里面 有很多各种各样想法的时候 很多很多各种想法的时候 然后要去 要去把它就是梳理开来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 就不要太过的 用脑袋去思考 比如说这个 这件事情它为什么是这个走向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是按照那个方向来走 就有一些东西 它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用我们的逻辑去 解释的时候 就把它放掉 不然的话你自己会被自己给卡住 好 这个是我听到的部分 好 我们再看一看 还有什么 嗯 嗯 宇宙要给我们的一个 建议是什么 宇宙给我们的最后的一个 对于未来的一个展望的 一个图片是什么样的 好 好这边看到我们有一个 这个 你就是说 可爱 你就是说 你会变得很安全 你一直都是很安全的 你会有很多的一个勇气 一个力量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当你把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以后 你就会变得很有内在的力量 去真正的知道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宇宙也说 你的直觉能力也会变得很强 当你真正的能够去相信你自己 能够去倾听你内在的声音的时候 那个声音它其实会变得越来越大声 因为你允许它说出来了 允许它释放出来了 好那这个就是我给第三排组的朋友们的一些信息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 拜拜 当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